大家好,我们万众期待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瑞平终于来了 我现在读的是前两卷,也就是习近平从2012年到2017年的讲话谈话演讲批示喝电 一共是99篇文章 其中第一卷内容都以延续前任的政治路线为主 而从第二卷开始,习近平的个人色彩才开始浓重一些来 但其实大部分内容它都是代表,就根本不是习总书记自己写的 就少数带有第一人称的视角才是自己写的 这两本B书读写的是真的难受 我先定个小目标,如果这期视频点赞到一千 我就接着读下两卷,接着给大家受罪 总结来看,这本书它不应该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而应该叫习近平语录,因为全书就根本没有谈怎么治国理政 大部分空空泛泛的也没什么建树 这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党八股格式 我们以外交部分为例 你读一篇和读十篇它都是一个样式的 大体上就是说个人经历开篇 这是我弟几次来这个国家 上一次来还是什么时候 然后一定会加一些谚语 中国有句古话,俄罗斯有句古话等等等等 然后加一些数据 比如说谈到中美新冷战的时候 那就谈过去几十年 中美贸易额有多少 每年增长有多少 当然以上都是废话 文章会以一句口号作为转折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从这里开始一些倡导 也就是指明未来的路 当然也都是屁话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篇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就刚开始 面对谭桑尼亚的总统 然后可以开始就聊自己的个人经历 首次来到非洲 第几次来到非洲大陆 然后怎么样 然后谈一些事实 谭桑尼亚是怎么怎么样 最近在谭桑尼亚总统领导下 证据稳定 然后突然说了一句谚语 非洲有一句谚语 何有源泉水财深 中非友好交往 渊远流长 然后又总结一些历史 然后最后是加一些数据 说中非贸易额来访人次 直接投资额 医疗队 多少周年 多少人次 怎么怎么样 中国大帝政的时候 非洲国家也捐了多少钱 然后我们来看 转折在这 女士们先生们 这边都是历史 然后从这句话开始 就站到了历史的起点上 然后就开始讲一些新的内容 但就是比较有章话的 比如说第一点 对待非洲朋友 我们讲的一个真字 然后第二点 开展对非合作 我们讲的一个实字 第三点 加强中非友好 讲究一个亲字 就非常传统的议论 第四点 就讲究一个成字 然后这是又来了一次 女士们先生们 然后之后 女士们先生们 就一顿呼吁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这篇是中阿合作 就是和阿拉伯 这个方面的合作 最开始也是 一些套话 然后加了一些历史的回顾 千年 然后也是加一个转折 女士们先生们 朋友们 然后就开始对未来的展望 怎么怎么样 就基本上又来一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这是第二个转折 一般他这种文章 可能会有两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 从历史转到现在 第二个转折是 从现在转向未来 未来就是讲 一带一路的事情 也都是用排比句 来增强一下气势 然后这次可能有第三个转折 就是简单 聊一聊一个小故事 作为结尾 就掌握了这些格式 我们就可以进行防写了 比如说我们以中美关系 作为切体点 我们就可以写出两个观点 完全相反的文章 具体怎么说呢 比如说引用数字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刻意的去引用一些 对我们有利的数据 来支持我们的论点 再比如说 其他观点就更好说了 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辩证的看 比如说中美就不应该搞新冷战 应该合作共赢 或者我们可以说中美就应该竞争 自不以来敌人 竞争更好的促进世界发展 中美两国虽然相隔万里 但游戏远远流长 回顾历寻 中美两国的人民 早在十首世纪初 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建立了联系 今天 使这全球化的师徒发展 两国在经济 文化 科技等各领域的合作 不断深化 为两国人民 带来了虚实在在的利益 中美有意 就像一棵长青树 历经风雨 依然同国生长 在我个人的记忆中 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是在若干年前 来自经历 至今并我难忘 我参观了 华盛顿的纪念碑 感受到了美国人民 对自由与独立的真实 我在硅谷 见证了科技创新的 无穷魅力 体会到了一种 充满活力 和创造力的精神 我深信了感受到 中美两国 在这种美好生活 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 有着许多 共同之处 中美关系 不仅仅体现在 高层互访 和战略对话上 更失忽在 两国人民的心中 我们看到两国间每年的人员往来已超过500万人次 每周有超过300个航班 往来于台平洋两岸 去年 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580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正如美国的一句业余所说 没有一座桥台人 没有一个梦想太大 我们通过一座座桥梁的建设 将两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 共同实现我们的梦想 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无论是在气候变化 国际安全 还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中美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说起先讯 自2006年以来 中美两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合作项目 已经超过200个 切实推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这不仅是两国对全球事务的责任担当 更是我们对未来时代的庄严承诺 当然 正如中国谚语所说 风与同舟才能共激 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我坚信 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协商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推动中美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中美友谊的未来 充满希望 我们将继续推进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的意见和忍 中国将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 愿与美国携手努力 为若建新型大国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而不懈奋斗 最后 国家也用美国著名作家 马克 吐温的一句话 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让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让我们共同补写中美友谊的新篇章 为两国人民和全世界 带来更多福祉 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各位交流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美国 这个一创新和进取著称的国度 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必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助谈 中美关系在世界格局中 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我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中美竞争并不是坏事 相反正是这种竞争 才能推动两国共同进步 为世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美两国 一个是东方的古老文明 一个是西方的现代强国 都在追求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干而 正如美国的一句谚语所说 竞争是进步的动力 只有在竞争中 我们才能不断超越自我 实现更高的目标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 我曾多次来到美国 参观了硅谷的科技公司 哈佛和麻生理工等顶尖学府 深切该说到了 美国在科技创新和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 这种竞争 激励着中国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不断努力 地球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书记显示 中国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 已超过两万亿美人 科技创新能力 闲逐提升 这正是中美竞争带来的积极成果 中美两国的竞争 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 还延伸到环境保护 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的应对上 比如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合作并存 推动了全球摊台方的减少 书记显示 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 占全球总投资的51%以上 有效促进了绿色科技的进步和应用 这种良性竞争 不仅有助于改善两国的环境质量 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所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 竞争也会带来挪擦和挑战 正如中国谚语所说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在竞争中 我们要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通过对话 协商极其分歧 只有这样 中美两国才能在竞争中实现共赢 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中美竞争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通过竞争 我们可以激发出更大的创新潜力 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通过竞争 我们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扶持 做出贡献 中美两国不仅是竞争对手 更是合作伙伴 只有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点 我们才能共同开创一个繁荣 稳定和平的未来 展望未来 我坚信 中美两国的竞争 将继续推动我们向前发展 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可能 正如美国的一句名言所说 天空才是极限 让我们在竞争中 共同进步 为两国人民和全世界 创造更加的一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第二点 就是这个草点也最多 我觉得是觉得这个信息商很低 就有些大白话 他说的很广义 很模糊 就一篇文章 洋洋洋洒洒几千字 你说了什么 看到最后 好像又没说什么 就一直在放屁 讲些大道理 很多人认为你 这个你谈知国理政 你说就得高屋建林 给出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法 就不能谈具体的事 但这个习近平 这个著作大部分文章 他也都不是从高楼上俯瞰 而是在云上 就一切都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面 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特别广义的话 我们就以这篇文章为例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刚看到这个标题 你其实就知道他想讲什么 有形的大手 有形的大手就指的是 政府宏观调控 无形的大手 就是指资本市场的自我调节 你说这种折中说 他能得到什么结论吗 你说搞经济 你除了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你还能用什么手吗 你还是能搞自动化经济 还是搞无政府主义经济 就你要谈知国领政 你从经济出手 你就得谈一些具体问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 这双有形的大手 看得见的手 你该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 我举两个例子 就比较经典的 威权资本主义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邓小平时代 韩国的汉江奇迹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这种政府干预经济 他成功也是有前提的 自由主义下的市场经济 资本家看什么 赚钱就搞什么 但是未来什么产业赚钱 这就很难预测 如果政府要干预经济 那么他就需要比政府官员 就比资本家更有远见 比如李光耀 他在执政最开始期间 践行的也是这种黑猫白猫论的 为了发展经济 就把自己的左派盟友 全都搞了 用这种劳动秘籍产业 迅速就完成了工业化 然后就开始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 逼迫企业 从劳动秘籍型 向资本秘籍型 或者是技术秘籍型 转移 我们现在事后 马后炮说 电子芯片 互联网人工智能 都是新的突破点 但如果政府能预测 什么行业是未来 然后一顿奶 那就可以抢占这个制高点了 但也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技术路线 它不是唯一的 如果一个国家 垄断了所有的技术 除非这个是必须走的路 那很多后来的国家 就可能干脆绕过 你这个技术路线 比如说 日本的轻能源 再比如 中国的电动车企业 光伏发电 半导底芯片 这新三样能成功崛起 抢占大部分国际市场 可以说是 中国政府 对电动车企业 和购置电动车的车主 进行了持续的补贴 最后终于把 比亚迪 宁德时代 这一系列 电动车行业 拿起来了 之后就可以去海外 赚$了 但新能源汽车 不只有电动车 这一条路径 比如说轻能源 日本在轻能源汽车 深耕了很多年 有很强的技术积累 但后来主流国际社会 还是选择了电动车 日本这双有型的大手 用的就很好 把这一行业搞起来了 但还是没用 国际社会 就不接你这个盘 与之相对的 你说芯片行业 这种高精尖的行业 就一顿奶 奶的钱都被骗子给骗走了 骗子骗完这个省 接着骗下一个省 这领导也不懂 一看台积电出来的 还是什么海外名牌大学毕业的 就幻想高端芯片厂 落户我们省 就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 你说人家欧美 投入几十年的 高端芯片上下游 要是能奶个几年 就追上了 那真的才叫罕见 再比如说房地产企业 本来这个土地财政 就是节泽而鱼 但是按照市场经济做法 这房子已经干这么多了 根本就住不完了 房企大量库存 还有银行贷款 早就该慢慢退潮了 但房地产企业 关乎国家命脉 就业岗位 居民负债银行债务 政府的土壤金 每一项都是重容之重 政府如果继续用 有形的大手继续兜底 就期望软着陆 然后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免除了一部分企业 个税的政策 盆盖区库存 然后通过政策 人为的制造了行业的景气 但无疑于节子而鱼 说了这几个例子 我们总结一下 你说谈治国理政 你得结合具体问题谈 你说用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 但是就得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怎么用好这双有形的大手 什么时候用这双手 什么时候交给无形的大手来用 再说第二种 就是比较模糊的话 这些模糊的话 其实一旦遇到具体问题 这都解决不了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我们近来的 习总书记水平不行 他就也怕犯错误 所以说话就特别模糊 这样下属放开手去做 如果做好了 那就是领会了习总书记的意思 如果做错了 那就是没有领会好 会议和文件的精神 我们就该把它撸掉 第二种情况 就是习总书记水平特别高 他开了上帝视角 对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 以及预言后果 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说这么模糊的话 就只是为了考验下属 看哪些领导干部 是惊得起的考验的共产党人 从而提拔到中央当嫡系 很多人以为习总书记 是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自己不知道 但凡是我们得辩证着看 也许他就是想考验一下 共产党的干部 就做出了很多荒唐的决策 其实是为了检验下属 看看他们面对错误决策的时候 是不是能继续执行下去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种大致若鱼 我们再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个是疫情末期的政策 就是在白纸运动之前 动态清零的政策 其实已经穷通陌路了 各地的疫情发展都很迅猛 动态清零的成本很高 对市民的日常活动 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官方想着这个政策 如果突然转弯的话 是不是就打脸 然后中央就发了一个20条 也就是有一些条款 但这个文件说的就特别模糊 在继续延伸动态清零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松动 不同省的领导看了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继续清零还是开放 比如说石家庄的领导 就解读成了 应该全面放开 然后就犯了左倾错误 后来被中央勒令调停 之后就是白纸运动 和这个新十条的出条嘛 但其实你看新十条里面 没有一条明确写出 要全面解封了 只是相比之前的疫情文件 新十条做出了很大的转向 就是没有提继续动态清零 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 落实20条优化措施 执行本通知要求 坚决纠正简单化 一刀切 层层加码等做法 反对和克服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 抓严抓实 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次就是稍微有些 政治嗅觉的人都意识到 这个应该是要转向了 然后各省领导解读 就非常正确了 就开放了 但习近平他其实不会承认 是自己的错误 虽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习近平领导的 这个党中央 对于防疫政策的制定 出现了错误 各地政府的领导班子 即使知道 继续执行这样的风控措施 会给党和人民 带来这个重大的损失 但这个指示 是从上面传下来的 所以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 如果阴奉扬为 比如说上海 面对无法控制的疫情 那中央就会派来一个特派员 也就是我们的李强同志 在这个李强的督促下 这个上海开始重新的封城 就回到了动态清零的 这样政策上来 而等这一切都纯埃落定 我们再看 李强就是因为 终于习主席就升官了 而有些领导干部 就阴奉扬为 仕途基本就走到终点了 所以说这就是体制 它只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 就一个政治官僚 哪怕你干的再好 你本地GDP搞的再高 你受到百姓拥戴 只要你不会讨好上级 不走上层路线 那你这个仕途就到终点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文革时期 中央对于军队知左的意见 当时本地很多工人 都响应这个毛主席的号召 在各地成立了这个组织 而这些组织都说自己是左派 中央要求军队知左 军队知不知呢 是得知 但就是大家都说自己是左派 那军队知谁呢 军队它本身带有一定维稳属性 如果要支持造反派 那就相当于主动的破坏稳定局面 而很多省的军委 内部也有派系斗争 就比如说一派支持造反派 另一派支持保守派 然后内部就开始搞并变了 而面对造反派来冲击军事机关 那军队是开不开枪呢 就比如说青海的赵永夫 和武汉的陈在道 就面对上级模糊不清的指令时 大部分将领就只能自己做决定 因为这个中央军委内部 也在和这个文革小组 进行这个政治斗争 就林彪燕吉英等这个军委领导 这也怕做了错误的决定 然后被这个文革小组搞倒 所以一旦中央军委给了明确的指令 那这个组织就是非法的 反革命组织 军队可以朝他们开枪 那很有可能就被这个中央文革 抓住瓦影 这里我截取一段这个亮剑的文字 李云龙终于收到 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 这份通知共有八条内容 简称军委八条 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 这下好了 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 你看 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 和反革命分子 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器官问题 如果是反革命冲击 要追究 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小郑 你看 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 确定八条 很好 照发这下好了 有了主席的上方保健 实在闹事 就按军委八条办 郑秘书浮浮眼镜 疑惑地说 一号 这八条的要领太模糊 比如 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 要追究 谁是反革命 怎么判断 咱们有评判权吗 说老实话 真的反革命分子 藏都来不及藏吗 还有胆子冲击军事机关 反过来说 那不是反革命 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 还有 要追究是什么意思 先不制止 任他冲击 冲完后再调查 要是反革命就追究 怎么追究 是无理追究呢 还是口头声讨一下 还有 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这话说了 等于没说 谁不知道 军事机关 是不许冲击的 关键是 有人硬要冲击 该怎么办 可以开枪自卫吗 可以出动部队反击吗 没人告诉你 一号 恕我直言 咱们要真照着这八条去执行 那不好 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 请您三思 李云龙想了想 觉得正波的话有道理 他苦笑了一下 没吭声 当李云龙的泰山师师部 被造反派占领后 李云龙请示中央军委 加密的军用线路开启了 李云龙越急把电话挂到军委办公厅 这个城市发生的事件 也同样震惊了军委办公厅 听了李云龙的汇报后 军委的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干脆的指示道 可以来取强硬措施 对杆无视军委八条者 绝不手软 不要怕 有毛主席给的上方保健在此 要大胆行动 军委第一副主席 国防部部长林彪办公室的电话 已经通了 林办的指示很简短 可以反击 郑秘书忧忡忡地说 一号 什么叫强硬措施 什么叫可以反击 是用枪还是用嘴或是语录本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指示 要知道那些造反派 可不是只有大刀长矛的冷兵器 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 他们会老老实实等咱们去缴械 一号 我刚才特地去看了看地形 那个邹铭是个行家 他已经建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活力配备有较大的优势 战端一开 双方伤亡都小不了 一号 到那时候 您有一百张嘴也歧视不轻 除非有中央军委明确可以开枪的书面命令 后来这个李云龙就被这个中央文革清算了 就是这来自这种上级模糊不清的指令 就我们翻看古书 就都能在这个商君书里找到答案 比如说这个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 在中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里 假设要办个啥企业 那大概率会违法 那么多条条框框 企业怎么可能求毫无犯 大概率是要违法 然后执法部门就会进行选择性执法 如果你表现的很乖 那没事 要是上面下了一个文件 或者是惹闹了哪位赵公子 那就对不起了 执法机关就会重拳出击 那你的企业就会被树立典型了 运气好一点 还可以拉一帮官员陪葬 再比如说不好的官场风气 大家都说你收不收 你要是不收 就是不合群 你装什么清官 你要是收了 那就是同流合污 到时候发生事变的时候 大家都有把柄 那收拾谁就看领导的意思了 比如说习近平刚上台的几年的这种反腐运动 当时这个法轮功的大巨人时报 都在这个赞赏习近平 然后大家也都看明白了 这其实都是选择性反腐 如果是听招呼的 那贪再多也没事 不听招呼的 那小事也可以编排成大事 我们再来看这一部分 是关于党建和共产党传统 我觉得治国理政 还是应该把党建的内容去掉 你是把这个国家和党混为一谈 还是不太妥 如今这个共产党虽然叫共产党 但我们大家都懂了 它还是靠这个党史来论证 如今政府和党的合法性 但执政合法性这个东西 是随这个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就不能因为你前辈翻雪山过草地 那你就可以现在趴在人民身上吸血了吧 就海外的民运神势 也不能因为你参加过六四 就躺在功劳部上开始卷钱 那共产党这些传统啊 比如说这什么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雷锋精神 它更像是一种新时代的儒家思想 而共产党其实不是用共产主义 这套理论来统治中国 而是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解释权来统治中国 就万历十五年中就提及啊 明朝皇帝 他其实要经常出席一种这个讲学仪式 每月三次 这个皇帝和百官要穿戴整齐 做好听这个老师讲课 一个讲四书 一个讲历史 坐着也不能随便说话 就只能听着 这个老师啊 讲的是非常枯燥 可能就跟大学里的这个马列一样 所以这个仪式谁都烦 这皇帝烦 百官烦 这个组织活动 这个大面收复 绅士行也非常烦 那就为啥干脆不取消呢 因为生世行知道啊 这些讲座仪式 它就是一个象征的东西 这个儒家这套啊 就像是用来凝聚大家最后一根绳 就如果没有这个仪式啊 那就彻底散了 你说这个仪式 是不是就特别像现在的这种党政学习啊 青年大学习啊 就从上到下啊 就校长啊 老师啊 辅导员呢 学生啊 没有一个是信仰共产主义这套理论的啊 但是呢 还在学习共产党的历史 共产党的精神啊 就也是特别讽刺啊 就说了这个书的这么多问题啊 这本书是不是就直接应该蒸进垃圾桶里呢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书店里啊 就全是这个习总书记的著作 而许多这个体制单位也就有这种强制学习的指标 所以这些治国理政这本书啊 就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体制内的人买来再读 大部分文章啊 都是垃圾 但少部分有一些有价值的 我就提一个专题啊 那就是这个扶贫 这个专题啊 少有采用了这个第一人称啊 习近平提到了我 一般用第一人称的文章 其实都是自己写的 我以前记得在这个求是省看到了他一篇文章 就讲他老爸在延安被这个康城搞的事情 那这种肯定就是自己写的 就我们说回到这个专题啊 习近平为什么要推动共产党做扶贫这件事情啊 就前几年党中央终于宣布全面脱贫 互联网上很多人调卡 说什么啊 什么全面脱贫了 我要被肉身消灭了什么啊 但大家都是人对于这种极度贫困还是没什么概念 就是在城市里月薪三千 这都不算贫穷啊 真正贫穷的是那些山沟沟里的村民啊 长期和外界失联 这个互联网离他们也很远 他们受制于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差 在各方条件下 这个贫困是家常片范 这个呢 党就采取各种方式来帮助他们脱离贫困 就说有风景呢 你就可以搞搞旅游啊 实在没有风景的 那有农田就种种田呢 有林场就放放木啊 国家给你借钱呢 然后你种出啥玩意 这个国家就有采购指标啊 但很多人就是懒呢 或者是内区利益不足 我正在这山沟沟待着挺好的 我为啥要脱贫呢 就比如说这篇文章啊 就解决好怎么扶贫的问题啊 就是就说 生产扶贫托一批 异地搬迁啊 生态补偿啊 发展这个教育脱贫啊 社会兜底 然后呢 但是最终还是要这个 靠这个贫困群众 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 然后这边就提出了一些 这个可能是问题啊 就比如说 看这里提到了我啊 就是肯定是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啊 就是要讲弱鸟先飞啊 贫困困地区贫困群众 首先有先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 也就是说 你首先要教育他 他要脱贫 而不是你拉着他脱贫 然后他就写了一些这个 这个反面例子啊 就是仅靠外部扶贫啊 帮扶再多 你不愿意飞也不行啊 有一些干部出现 发挥有余 群众发挥作用不足的现象 干部看 群众看 干部着急 群众不急 一些脱贫群众 等靠药思想严重 靠着这个墙根曬太阳 等着别人送小康 然后呢 要改变简单 给钱给物 给牛羊的做法 多采用生产奖补 劳动补助 以供待阵等机制 不大包大栏 不包办替代 就看到这部分文字啊 就神似这个 刘慈欣笔下的这个 乡村教师啊 他所在的山区 是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但穷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那里的人们 对现状的麻木 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了 搞包产到户 村里开始分田 然后又分其他的东西 对于村里为了一台拖拉机 大伙对于油钱怎么出击时 怎么分配总也谈不拢 最后 唯一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 是把拖拉机分了 真的分了 你家拿一个轮子 他家拿一根轴 再就是两个月前 有一家工厂来扶贫 给村里安了一台潜水泵 考虑到用电柜 人家还给带了一台小柴油机和足够的柴油 挺好的事 但人家前脚走 村里后脚就把机器都卖了 连泵带柴油机只卖了一千五百块钱 全村好吃了两顿 算是过了个好年 一家皮革厂来买的建厂 什么不清楚就把地卖了 那厂子建起后 萧皮子的毒水流进了河里 渗进了井里 人一喝了那些水浑身起红疙瘩 就这也没人在乎 还沾沾自喜那地卖了个好价钱 看村里那些娶不上老婆的光棍汉们 每天除了赌就是喝 但不去种地 他们能算清 穷到了头县里 每年总会有些救济 那钱算下来 也比在那巴掌大的山地里 刨一年土壳拉挣得多 没有文化 人们都变得下座了 那里的穷山恶水 固然让人灰心 但真正让人感到没指望的 是山里人那呆滞的目光 就按理来说 改革开放后 中国这种体制也确实没必要搞脱贫 你这个费力不讨好 他们在山沟沟里穷着就穷着 就也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基本盘 但我认为习近平他想投入资源 去搞脱贫 很大原因就是源于 他的早年个人经历 1962年 他父亲习仲勋 就因为一本政治小桌刘志丹 被打倒了 习近平的生活就发生了 天翻覆地的改变 后来他就被分配到 梁家河村里 和村民 孔干谷共患难 就是这段经历 让他当上这个总书记之后 还信心念念 这个全国还有多少种这种村子 现在国家富起来了 这个党和国家 是不是有义务来帮助一下这些村子 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县 这里我引用一段习近平的自传 我是黄土弟的儿子 大家就更能体会到他的心路历程了 1969年1日 我作为飞帮子弟 来到陕西延泊县文安义镇的梁家河 差别落户 离开京城 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周围遭遇的又是不弃人的目光 年纪15岁的我 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殖了我的父辈 他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 接纳我这个不安适适的孩子 于是我真宠的去和乡亲们 达成一片自觉的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练 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 一是挑蚤关 在城里从未见过挑蚤 而梁家河的夏天 几乎是躺在挑蚤堆里睡觉 一仰一脑 浑身发肿 但两年后就习惯了 无论如何盯着 照样使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 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系列 现在是粗力的杂粮 可不久我别咽得下 吃得香了 直到今日 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 还很有感情 就拿增长来说 多食不屈 还真想他 三是劳动观 刚开始干活时 我挣六个公分 没有妇女刀 两年后 我就拿到壮劳力的十个公分 成了重低的好把势 四是思想观 这是最重要的 我学到了农民 徐世求是 屈苦耐劳的精神 不时 乡亲们也逐渐把我 看作他们中的一份子 我生活在他们中间 老作在他们中间 已经不分彼此 他们对我坦诚相待 让我做吃脚医生 坐骑公园 农记员 二十岁那年 又嫌我做搭队党支部书记 我和社员一道大井 打坝 修公路 发展生产 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已认定 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 我在回梁家河时 有的乡亲提到 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舍 为村民增加的收入 我带领大家 开拔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取 让村民用沼气照明 做饭 可是 我所记得的 是他们曾经 无私地帮助过我 保护过我 特别是以他们 纯厚朴实的品质 影响着我 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荒土地区 我迷惘 堂皇 22岁离开荒土地区 我已经有着 坚定的人生目标 充满自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徒 山北桃源 是我的根 总结一下 这本书 其实就信息密度很低 大话套话说 党八股的作风严重 是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读的 有这点 你刷点短视频 还能刺激刺激 大脑分泌点 什么小小的作吧 但看这个书 其实就真的难受 下一部更新计划 是简单聊聊 秦辉的这本 《走出地质》 最近还在读一些 蒙德雷的书 目前Discord群里 在组织真理大讨论的环节 左派右派 针对一些焦点问题 进行讨论 欢迎大家进群了解 对 对